自從匯豐宣布上條港元最優惠利率prime rate 經多次調整至年利率條5.625例 地產業人士認為 對息口敏感的樓價今年以下跌約15% 加上負資產、銀主盤及新盤貨美軍創多年新高 反映樓市已響起警號 很多雙屬地產代理的朋友告知 生意非常難做 因為業主仍未肯割價求售 而想入市自住或投資的買家 則持觀望態度 希望樓價再跌 可以買到便宜貨 尤其是二手樓市場 自陸續見到業主願意降價 但買家是否真正入市時機 由於有太多不明朗因素 如俄乌戰爭是否拖場或預演預裂 歐洲地區通貨膨脹會否加劇 及美國加息步伐快慢 都難以預測 外圍環境持續不明朗且風險增大 都不利香港的經濟狀況 例如會增加按揭貸款開支 將增加供樓人士的按揭還款開支 削弱公司借貸及還款能力 對中小企而言 會因此經營困難 加息會打擊消費意欲 將會打擊零售市道及氣氛 令經濟逐步陷入衰退 美國加息 全世界除了中國與日本外 預者皆紛紛加息 因為如果不加息 自己國家的貨幣會持續流向美元 導致貨幣大幅貶值 中國人民幣不但不加息 還減息 但人民幣對美元也貶值 相對於其他貨幣依然是升值 市民去街市買菜及買日常用品 已感到價格增幅不少 最近藥房的感冒藥亦被搶購一空 這是因為政府放寬檢疫措施 而感染人數立即急增 令人人自危 急速購藥自保 或為國內親友購買 另外政府暗示於下月開始放寬兩地通關 能否促進北水南下 救活香港經濟 亦不能過於樂觀 香港受外來影響實在因素太多 不者得知一些朋友於過去兩三年 在流與買賣 特別是股票投機方面損失慘重 導致心理抑鬱和心理失衡 要去看精神科醫生 基於長者朋友 一定要保住老本 因為求高回報便需務高風險 如果一時不慎作錯買賣決定 會令晚節不保 何必呢 在目前階段 必須審慎理財 方為上策 也會ここ 都成功 皆是 好 是 有效 我 有效